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赞 转发 这我一名日本警察 小叶今晚为我们作证 这是对她职业的背叛 要说背叛 上次为阿仔说的事情 她已经背叛过一次 大哥 你认为有什么不对的吗 小叶曾经说过 她厌恶战争 反对战争 也不知是真是假 如果是真的 她才值得我们敬重 阿叔是担心她别有用心吗 如果她真的别有用心 那这个人就太可怕了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别忘了 她终究是一个日本人 对 还是提防她一点为好 阿诚叔说得对 是应该提防她 人心隔度 犯赠隔目 人世间最难猜度的就是人心 只要我们心里有了分寸 今后就好把握她了 仇裕 胜业 你告诉我 你今天冒这么大的风险 你究竟是 为了爱情呢 还是为了友情啊 坚而有之吧 郑清军 我不希望你海韵 还有你的家人 受到任何伤害 兄弟 你就不怕灭顶之灾吗 也没什么好怕 大不了不穿这身警服了 让他们把我送去战场 将功赎罪去 却如果海韵小姐听到这话 肯定会芳心大动的 郑清军说实话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样 才能打动她的芳心 熊姨啊 关于这件事情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去帮你啊 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我相信 只要我爱她的心不变 终有一天 我一定能取得成功 我才能帮她的心不变 我早就说过 对大陆的电台要进行变国干扰 从大陆来的邮件要进行邮查 严禁来台湾人员携带报纸 书刊杂志 但是现在 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居然发生了 平行过战役 是我帝国军队蒙受的最大耻辱 你们应该清楚 假如台湾人知道了这些事情 将会产生什么的后果 你采取的什么措施 我已下令封锁所有进城的路口 我还集中所有的警力 进城去平息事态的发展 大人 这么大批量的船单 很有可能是从大陆运来的 山田先生说得对 因为在台港 不可能印出这么多船单来 大陆 沈亭军 你走 沈亭军 假如台湾和大陆勾结起来 台湾将永不安宁置之 我希望你能抽出时间 全力帮助小权机长 彻底切断了大陆和台湾人这条线 大人 我一定会尽力尔 今天晚上你们都看到了 天上飞的是马祖像 信仰是一种特别可怕的情深之中 如果台湾人心里有了马祖 就不可能再有日照大神 他们也不可能 把我们大日本帝国放在眼里 所以你一定要尽快找到马祖精神 只有找到马祖精神 才可能彻底摧毁台湾人的信仰 彻底摧毁台湾人 hart 结果 财 跟你有关系吗 你说呢 是 你又会怎样 不是 你又会怎样 我也不知道 不管怎么样 我绝对不会伤害你 熊一 我想麻烦你帮我办一件事行吗 麻烦我办一件事 你等等 说吧 我想请你帮我找一个人 什么人 一个女人 她叫月娥 月娥 当然 如果你觉得太麻烦就算了 不麻烦 我一定尽力帮你查找 一定 谢谢你 还有 谢谢你的话 我走了 等等 海月 你那天回我的信我看了 这几天我好好想了想 我还是觉得 异族男女之间 并非水火不小 像你们汉代的王昭君 不是嫁给了匈奴的蝉云吗 唐代的文成公主 也嫁给了土蜤的松赞干部 你知道的中国文化还挺多的吗 卖你 卖你 阿猫干活去了啊 正光 别再干那没出息的活了 阿爸啊 托人给你找了个好差事 比你拉黄包车 抢百倍 阿爸 什么差事啊 去大和制药厂 当工人 不去 为什么不去 那儿的薪水很高的 你还能学门技术 你这 不是 我宁愿饿死 也不给日本人当奴才 你个将宰呀你啊 你这是个死于你阿妈 你 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 那好多人想去都去不了 你 谁爱去谁去 反正我不去 回来 你 你儿子啊 你看看 跟你一样 放心啊 儿子不愿意去 你就不要强迫他了 再说了 这给日本人干活了 可不是什么好差事 吃苦受了也不说 还得挨一皮鞭子打呢 我就发现 我跟你们俩说点什么事 永远就说不通 这个人 长脾气了 父亲 兄弟 怎么穿完这么一身衣服 你的胳膊怎么了 没事 昨天 一伙浪人在街上为非作胆 我去制止的时候 被他们用刀砍伤了 这帮混蛋 连我的儿子也敢打 兄弟 你放心 我会让小圈局长 替你出这口气的 谢谢父亲 其实 这倒是一件好事 好事 我正好趁此机会 进入了回春堂 请林文轩为我治伤 他知道这事后 对我的态度 明显比以前热情多了 还真是件好事 兄弟 你要趁热打铁 争取林文轩 对你更大的信任 好了 你回去吧 父亲 您去哪儿啊 我要去西山 陈宗翰的墓地的西山 今天是他的忌日 我带人去看看 看看是些什么人 在给他上份 也许月娥和秀枝也会去 父亲 应该尽快让林正清 看到那份 我们为他准备好的 妈祖金身案档案 星姨啊 档案 我已经给你放到了 你的桌子上 是小圈局长亲自送来的 你要花上一天的时间 认真地琢磨琢磨 看看在哪些环节上 能打动林正清 让林正清对林文轩 产生根本上的改变 乃至背叛 去吧 我该走了 最近是没有通过 不是 离了 吃饭 深梦 membership 您就是 败 请你先生 今天他怎么没带活啊 三归五百 单身 黎芸 你今天是不是要去西山 你问我这个干吗 警户局已经知道陈宗翰的坟墓 在西山的 而且还派了人过去 要看看都有谁去给他上分 如果你有这个打算 我劝你千万不要去 我走了 雄一说他这么做 是为了友情和爱情 爸 她是这么说的 这么说 雄一真的在追求海域 雄一他只是一厢情愿 海域始终对他不冷不热的 这就对了 爸 您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雄一是日本人 我也这么劝过雄一 可是他半句也听不进去 阿卿啊 以后他们俩执行的事情 你别再过问了 更别掺和进去 为什么呀 是非只为多开口 烦恼皆因强出头 个人自扫门前选 别管他人往上刷 家里出了这么多事 还不够烦的 是非啊 阿卿 有一件事 阿爸必须告诉你 阿爸 什么事 您就说吧 我们家已经破产了 这件事情 我早就知道了 阿爸 您放心吧 我能养活您和阿婆 阿卿 阿卿 还没到靠你养活这步田地 不过 您能这么说 我真是感到无比的欣慰 林婆婆 祭祀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我们该走了 好 好 我们走吧 共产党 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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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艾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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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昕 你看 有这么多人给你阿爸散坟 太好了 海昕 台湾人没有忘了你阿爸 你一定要找到 安占你阿爸的人 我们一定要重重点谢他 他可是咱们的大恩人啊 海昕叔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这位大恩人的 宗海 你的手心已经长大成人了 海昕叔 这份档案对当年的记录特别地模糊 关于守信哥的死 仅仅只有两句 从回春堂将陈中翰之子抓回 当天送人照料 就凭这两句 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推测 守信哥并没有死 他可能还活着 你说的这很有可能 可是 这份档案上 对这些年林文轩的记录 却特别地清晰 从我阿爸死后 这二十多年 林文轩去过哪儿 见过什么人 在什么地方 办过什么样的大型活动 这上面都记录得一清二楚 这说明日本人 视林文轩为眼中钉 这二十多年来 都没有放松过对他的监视 所以 我认为林文轩 当年并没有出卖我阿爸 而且 就凭他策划的 这一系列抗日活动 我们也不应该视他为敌人 海昀 你还年轻 不懂得怎么识别一个人 有些东西很可能 是他制造出来的一种假象 日本人为了得到马祖今生 一贯是不惜血本 费尽心机 可是海生说 他倾家荡产 购买下所有商家的药材 去跟山田抗衡 这是装不出来的 海生说 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 那你说吧 我借了十万块钱给林文轩 你既然做主把钱借给了他 一定有你的理由 其实理由很简单 如果他是我们的朋友 那我是在帮他 如果他是我们的仇人 这十万块 就是他的上吊绳 周兄 周兄 我可等到你了 你 老爹 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你说我怎么成这副模样了 你让我醒酒醒他们 周兄 我求求你带我进去抽几口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我 拿钱来 周兄 我们家的钱全都是 全都是我老婆控制的 我 你先借给我点吧 你说 我当初带你来就是醒醒酒 你 你怎么还真抽上瘾了 周兄 你可不能见死不救 我求求你 你快让我抽一口 我 你 你这是何苦呢你 我去交上你这种朋友 先起来吧 那就 先进去过过瘾 等会儿 一会儿我有话跟你说 去去去去 周兄说得是 我一定想办法把烟瘾戒掉 别别别 老爹 人追前两条腿 前追人八条腿 这钱满天费 就看你怎么追了 周兄 你看你又拿我寻开心 我这人生来就是贱命 只能下份建立 找份建勤 你可别过谦 为兄我呀 给你指明一条财路 报官你也天天能抽上鸦片 身上穿的是绫罗绸缎 吃的是山珍海味 周兄 此话当真 当然是真的了 你看这个 给你画的 只要你照我说的去做 包你荣华富贵 好好好 周兄 谢谢 谢谢 你 你要干什么 把你们这只药材送到大河去 要不然我把你们赶出台康 就凭你们这些臭鱼烂虾 杀 就走 是你 还不快滚 走 走 海月 雄一 谢谢你出手相助 小姐 小姐 这个家伙缠上你了 住嘴 什么 真是连温旋安葬了宗翰 是的 嫂子 是阿参亲口告诉我和海韵的 他真是做恶多端 做贼心虚 他想掩饰自己的罪恶 是要赎罪 夫人 对林文轩 我们现在还不能妄下定义啊 我们不管以前他是个什么角色 可他现在在台港 干出那种轰轰烈烈的大事 也值得我们无比尊重啊 夫人 您想想 二十二年前 他能冒着生命危险 盗出钟翰的尸体 并把他掩埋了 就冲着这一点 我也不相信 他会是迈克 嫂子 大师说得没错 要想弄清当年的真相 必须找到月娥 那你们就让海韵 尽快找到月娥呀 冤有头战有主 迅海深仇 岂能不报 嫂子 我们现在最大的仇敌 是日本人 他放我领土 杀我同家 别跟我讲什么大道理 我都懂 我的丈夫 我的儿子 要不是日本人 他能死 他能死吗 我好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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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田局长 坐 今天我就不请你喝茶了 林先生 你们台湾人太小气了 山田局长 不 山田社长 如果你今天是来跟我谈条件的 那就免开遵口 林先生太敏感了 我今天来 是跟你谈一笔生意 生意 谈什么生意 我想请你为我生产 五子眼踪完 山田社长 你想要多少 你生产多少 我要多少 我只是想真心实意地帮你一把 山田社长是想将我的五子眼踪完 买下来之后 送回日本 让你们那些不能生育的男女服下 然后为你们的战争多养下一些炮灰 是这样吗 林先生 生意场上说话不必这么尖刻 一句话你生产我包修 我们是一种公平的买卖武器 谢谢社长的美意 难道你 难道你就不怕我在我的五子眼踪碗里 撑上一些让你们断子绝孙的药物吗 林先生你应该知道 著名的药物学家本森博士 就在这里 你就是将全世界的药物学家都招来 也无济于事 为什么 因为日本的水土和台湾的水土并不相同 在台湾有效的药物 到了日本药效就会产生变化 这叫水土不服 明白吗 林先生 关于医学上的理论 本人一窍不通 但有一点我很明白 你是不想跟我做这笔买卖 社长 我这是为了贵国人民的生命安全 当然也是为了社长你着想 你不是想叫我倾家荡产吗 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 明白 我应该谢谢你 希望你别后悔 告辞 扇田社长 走好 别摔了跟头 好 放心 摔不到 我有这个 我倒是担心你会摔跟头 走着瞧吧 来 来 大人 大人 在你们日本也有粽子吃吗 有啊 我妈妈从小就给我包粽子吃的 那跟我们台湾的有什么区别吗 一样的味道 所以啊 每次我一吃到您的粽子 我就想起我妈妈了 好 你有什么烦心事呢 我也总想往您这儿跑 在这里 我感觉不到自己是在一个台湾人的家里 而我自己 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日本人 那 以后就常过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一看到你 就觉得特别的亲 这个是我专门给你包的肉粽子 好 记得吃啊 轩啊 你不给三田配五子眼中丸 赚钱还账吗 你神天天的弄这些配什么药丸啊 谁能比五子眼中丸赚钱啊 阿婆 老爷不卖给三田药丸 这叫爱国 我跟你家老爷讲话 你家老爷还没打枪呢 你先伸手咬一枪 犯人 阿婆 有志不在年高 五志固活百岁 林妈 秋子说得对 我不和三田做生意 就是为了争这口气 那你配这些药丸治什么病的 林妈 你没见山田一来 就让周光帝那帮人 办起了鸦片馆 害得多少人倾家荡产 走投无路 我配这药 就是想将它制成剑阴丸 一来让那些沾上毒瘾的人 借掉毒瘾 二来让那些害人的鸦片馆关张 其三呢 也是想挣几个钱把债还清了 你这是打鱼沙网 捎带着捞螃蟹摸虾蜜 一举三得呀 那你怎么不早说清楚嘛 老爷都还没拦得你张嘴 你就埋怨开了 现在能又埋怨老爷了 就你话多啊 你少说两句 能把你当哑巴卖了 阿桥 别跟阿婆定罪 林妈 这事还没弄成呢 我先将药配置成丸 拿出去试试药性 如果效果好 我们才成批成批地做 是没弄成以前 一句口风也别露出去 记住了啊 记住啊 我可是违反了局里的规定 偷偷拿给你的 一页都不能给我损坏 明天一早就还给我 我还有事先走了 你抓紧时间看 这 Ala control 应该来的 靖� 阿清 阿清 我在外面等你半天了 都下班了 你怎么还不回家 肖云 你去给我买点吃的吧 我要看一份重要的病历 就不陪你吃了 什么病历这么重要啊 你别看了 我迟早会告诉你的 那你想吃什么东西 你看着办吧 快去吧 快去 熊野 这肉粽的味道不错吧 要是你的母亲在就好了 她会包给我们吃的 当年呢 你的母亲天天去跟月娥学做肉粽 母亲包的肉粽就是好吃 还行 对了 你母亲来信了 真的 信在哪儿 在我的房间里 吃完饭你去看看吧 她想来台港 那太好了 母亲要是来了 我们就天天都有好吃的了 是啊 你明天上班就给她发个电报 让她订好船票尽快 这个家里没个女人不行啊 我明天一早就给她发 对了 那份档案林郑清看了 今天下班的时候给她的 估计她现在正在看 阿清 我阿清 我阿妈给你炖了海带排骨汤 你哭了吗 我阿清 我阿淑 我阿公 阿清 文轩兄 我多待一天 就会给你多待一份危险 我已能走路 我走了 别怪我不辞而别 谢谢您的救命之恩 阿彩走了 郑光 快去找你阿彩说 他应该没有走远 救命之恩 员 站住 站住 张总 站住 张总 站住 别开枪 我不跑 李伯伯 李伯伯 怎么样 郑光 阿彩叔被抓走了 怎么回事 阿彩叔从这儿出去不久 碰见了巡逻警察 阿彩叔就是毕竟把狗给抓走的 都怪我太大意了 阿泰兄做技术啊 你也看过 那你是怎么看待我 我阿爸的 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怎么讲 他将警方和他的朋友 都玩弄于鼓掌之上 你认为 他是为了那尊 骂足亲身 从小到大 他都是我心中的看我 我一直以来 都认为他光明磊落 仗义正直 居然没想到 他是这样的人 张千俊 你应该明白 当一个人 处于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时 往往都会做出 自己当时认为最正确的选择 选择 为了一件宝物 他居然出卖自己的朋友 还将自己朋友的儿子 送给贵子手 难道你也认为 他做这样的选择 是正确的 没想到 一个一岁的孩子 因为我父亲的缘故 而死于非命 我这心里就阵阵发挤 我这心里就阵阵发挤 是 郑清军你太善良了 你别忘了 你父亲是个 商人 谁呀 是少爷吗 是少爷 是少爷 你都就是这样了 我去叫老爷去 我没让他走 你也不行啊 生意快乐吧 好 我还能喝呢 阿清你父亲 阿清 他刚才喝了好多酒 好 阿夏 去拿一杯热茶来 好 阿清喝酒向来都挺有节制的 从来没喝醉过呀 大概 是心情不好的缘故吧 熊悦 我们再来一瓶 嗯 再来喝 啊 哎呀 谁呀谁呀 来了 啊 有点儿啊 嗯 哦 哦 哦 呃 我戴什么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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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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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病人是反日分子 他曾带人杀过我清水期派出所的警察 是吗 好 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好 好啊 饶命啊 饶命啊 好啊 好啊 饶命啊 想活命可以 我问你一句 你就答一句 只要记记首识 我就饶了你这套小命 哎 我说实话 我一定说实话 二十二年前 你为什么要称败曾经汉 快说 我说我说我 我说我冤了我 我跟他一无冤二无仇 我 我怎么可能害他呢 是林文轩 他为了独得骂祖金身 所以就把陈多瓜给出卖了 跟我没关系 没关系 陈娇汉的儿子 被日本人带走之后 日本人把他交给谁了 哎 对 我 我不知道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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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谁知道 山田 山田知道 挖祖金身在谁手里 这 这我不知道 说不说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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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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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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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侠 你们就把我打死 我也说不出来啊 我真不知道啊 那你当年为什么要从秦水溪逃走 他们把我关起来 我害怕我还不跑啊 月娥当年为什么要离开林温宣 这 这这这 这你问他去 我怎么知道啊 我是不知道 你说我是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 谁教的 今天我战时饶了你 如果让我发现有半句假话 我随时来要你的脑袋 我怕是绝没下话 天打雷劈了我 我 可惟 我不怕 你 我 我 你 我知道你们是谁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